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大家好 歡迎收聽唐青、漢時事 習近平承虛移入五路大軍壓境美國 中共制裁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背後暗藏四大用意 朝鮮發射導彈動作頻頻 金正恩與誰唱雙枉氣 戰狼脫窩、遼拜登 中共大外宣 危險在呂應外合還有伏兵 第五路大軍更厲害 中美合作是習近平的殺手間 為何這樣說呢? 習近平五軍壓境 這是習近平五路軍馬攻打美國 有沒有這麼嚴重? 難道習近平是司馬爾? 習近平不是司馬爾 怕就怕拜登蒙在鼓裡 也怕美國新政府只有若主流纖 沒有朱國亮 請來聽我的分析 朱國亮安居平五路 這個典故出自三國演義 講司馬爾憲計 曹披五軍佛屬 被朱國亮一一化解 故事說的是 屬國皇帝劉比駕崩 後主劉蟬剛剛繼位 屬國除了劉比去世 關羽、張飛也先後去世 劉、關、張三巨頭都不在了 朝中空虛 而北方曹毅那邊是曹操的兒子曹披繼位 司馬爾獻出詭計 各地大殺淺 聯合國內外勢力 請疆逐兵 南萬兵 東吳兵 航兵曼達 還有魏國的本部兵馬 各十萬 五十萬大軍五路鑑攻蜀角 屬國丞相朱國亮幾天閉門不出 朝野震動 後主劉蟬急懷了 跑到朱國亮家中 那麼朱國亮在做什麼呢? 正在觀賞池塘裡的魚 朱國亮告訴劉蟬 已經退了四路兵 他利用敵軍各懷鬼胎 深思不齊 抓著各個弱點 各個公婆 只剩下東吳兵 需要派一名使者前去 正在思考要找誰去 所以這個故事說的是朱國亮 運籌維押之中 缺勝千里之外 雨線輕耀 敵軍灰飛煙滅 好了 言歸正轉 習近平也抓著美國大選 政權交替的機會乘虛而入 發動五路軍馬撕壓美國 第一路 美國大選這兩個多月 中共分別與東亞為主的14國 以及歐盟達成了兩份經濟協議 這兩份協議都分別談了7至8年 就在美國忙於大選 無下顧及 中共分別簽下了協議 第一份是 11月15日 中共與日本、韓國、 澳洲、新西蘭一共15國 共同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這個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自貿區 也是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總人口、經濟額、貿易額都佔全球總量的三分之一 這個協議將台灣排除在外 而各國經濟將更加依賴中國 從而使得中共容易從政治上操控各國 第二份是 12月30日 歐盟與中共原則上同意全面投資協議 讓企業更容易在雙方的境內運營 這兩份協議都是針對美中脫鉤 突破美國貿易封鎖而來的 管不管用 那就看拜登如何出招了 第二路是 在拜登宣示就任的時候 中共外交部宣布制裁蓬佩奧等28名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官員 這裡有四方面的用意 第一方面是清算他們 秋後算帳 第二是警告拜登新政府 不要有樣學樣 第三是試探拜登的對華態度 第四是見逢插針 離間特朗普和拜登陣營 離間美國兩黨 長島眾人推 看你還管不管 拜登政府的一名發言人 馬上譴責 說這是沒有意義的犬儒心態 敦促美國兩黨譴責這個決定 共和黨人還呼籲拜登政府 更強力的反擊 所以這一計等於是破了 好笑的是 中共制裁28人 只公佈了10人的名字 其他18個是哪些人呢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 他們自己心裡十分清楚 我感到立滿 為什麼不公佈名單呢 用的是黑名單嗎 第三路兵馬 是拜登頭痛的朝鮮問題 你一路外國援兵 中共玩得家興就熟 歐巴馬 拜登當政的時候 中共和朝鮮玩雙網 四方會談 六方會談 把歐巴馬 拜登 搞到一轉一轉 朝鮮不但無無核化 反而趁機發展出了真正的核武器 中共時常都從中如利 將朝鮮灑賴當作是跟美國談判的籌碼 你要我幫你解決朝鮮問題 你就要給我好處 中美關係緊張 就不時的讓朝鮮威脅要發射導彈 然後就充當好人去解決問題 同時問美國要好處 其實朝鮮背後的技術、糧食 都是中共在這裡支撐的 所以拜登要上台了 朝鮮最近動作頻頻 沉寂好久 現在拼命拆存在感 1月14日 金正恩在平壤舉行閱兵式 展示了號稱世界上最強的武器 潛射彈道導彈 但是它的實質效果 就並沒有測試過 金正恩最近還宣佈重大軍事計劃 要建設核強國 發展一長串的新武器 包括更精準的遠程導彈 超大型核彈頭 間諜衛星和核動力潛艇 金正恩的工作報告 還將美國列為主要敵人 美國媒體報導了 衛星照片顯示 朝鮮西海岸海軍基地 正在進行發射前的準備 可能要試射潛射導彈 金正恩為什麼讓拜登特別頭痛呢? 拜登和歐巴馬 說八年都沒有搞定朝鮮 被中朝鮮傷亡 傻了 而且 拜登曾在總統選舉辯論會中 公開說金正恩是個惡棍 而金正恩那邊就回疾拜登是瘋狗 第四路是 中共戰狼出擊 脫窩脫出個新的高度 這一路兵馬 明免不可怕 但可怕的是有復兵 等一會會跟你說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在1月20日 否認蓬佩奧的指控 說中共不配合中共病毒溯源調查 華春瑩反批 美國應該開放德特里德寶生物實驗室調查 第二日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發出9張圖卡 外交部苟問美國德特里克寶基地 裡面列舉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趙立堅和汪文斌大半年以來 9次質問德特里克寶實驗室關閉的真相 三人擺出一副疑政嚴持的姿態 要求對這個美國實驗室展開國際調查 並向讀者暗示 德特里德寶是中共病毒的起源地 中共官媒集體行動 對該實驗室進行了所謂的大揭底 德特里德寶生物實驗室 位於美國馬利蘭州 是處理危險傳染病的四級生物安全實驗室 據美國之音報道說 實驗室在2019年被關閉 是因為德特里德寶的蒸氣消毒工廠出現故障 未能通過美國聯邦疾控中心的安全檢查 2020年3月27日 聯邦疾控中心已經批准它恢復病毒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 德特里德寶實驗室是2019年7月被關閉 而該實驗室所在的院 第一宗確診病例 是在8個月後的2020年3月16日發現的 所以說是由它傳出病毒導致關閉 根本就對不上好 但說是德特里德寶實驗室製造的病毒 這個陰謀論是起源於加拿大 一個擅長發佈陰謀論的機構 這個機構在2020年3月 發佈了這樣一篇指虛烏有的文章 指控中共病毒的來源 可能是德特里德寶的軍事生物戰實驗室 這篇文章在網上已經找不到了 這個機構經常發佈這樣的陰謀論 包括911等等 這篇文章引發大家注意 卻是由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引起的 他轉發 再由中共十幾個使館的外交帳戶 同時用推特轉發 趙立堅說 中共病毒是美軍帶到武漢的 這個推文引發美國朝野的震怒 最直接的結果 是特朗普總統將中共病毒 稱為中國病毒 《華爾街日報》2020年10月16日的報導說 中共疫情讓特朗普對習近平的態度轉變 尤其是趙立堅的污衊言論 讓特朗普雷霆大路 5月20日 趙立堅在新聞檢報會上就疫情發表言論 脫窩給其它國家 特朗普總統當日在推特罕見親自回應 披掛上陣大戰中共戰狼 特朗普在推特發文說 中國的某個風子剛發表聲明 在病毒上指責所有人 除中國外 該病毒 現在已經殺死數十萬人 請跟這個笨蛋解釋一下 是無能的中國 而不是別人導致這場大規模全球殺戮 當然 他這裡說的中國是指中共 現在 特朗普總統已經離任了 特朗普的五虎將 和凌晨謀事都下夜了 拜登上台 趙立堅等三大戰狼和中共黨媒 攜帶更猛烈的炮火攻擊美國 不知道拜登政府又將作何反應 中共戰狼正面來攻並不可怕 怕的是復兵暗兵 我前面說過 習近平要管全球 中共喉舌新華社 將世界上所有的大媒體公司老闆 都接集到北京開會 會有好事嗎? 大科技公司 只要在中國有生意 它就被習近平收復了 所以 大家可以理解為 為何特朗普的帳號被刪除了? 特朗普和他手下的一些猛將 連人大馬在幾大平台上消失了? 而戰狼和中共各大喉舌 都可以在美國大科技公司的平台上 自由發言 那這是為何? 那不是習近平的復兵和暗兵起了作用嗎? 我看過《大紀元》的一些內幕報道 中共在全國搞統戰 中共中央有名單 省裏面有名單 市裏面有名單 哪個外國人來過中國 對中共能用得上的都登記在策 所以復兵千八萬 說不定哪一天就用得上了 雷應外俠 按照中共的意圖行事 所以 這是習近平的第四路大軍 第五路大軍 中美合作 這是殺手簡 習近平親自掛稅 是中路大軍 金錢美女當先鋒 當攻堅隊 中共喉舌新華社 2021年1月14日的報道 習近平親自寫信 被美國星巴克公司董事會名譽主席 霍華德·舒爾茨 希望他幫助收復中美關係 連中共著名的外交部戰狼 也罕見的頻頻宋秋波 呼籲中美合作 華春瑩在1月21日 在談到未來中美關係發展時表示 雙方要拿出勇氣 展現智慧 彼此傾聽正事 相互尊重 對話合作 這是中美兩個大國應有的擔當 如何如何 大家看得出來 這是中共的主旋律 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出馬 所以我說是中路大軍 這樣為什麼說這就是中共的殺手鐧呢? 有這麼厲害嗎? 大家看看中共近8年的歷史 合作就是把你吃了 這是它的絕招 與國民黨合作 奪取了國民黨的江山 跟美國合作 養成了現在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挑戰美國 爭奪世界領導權 與企業合作 逼你交出技術 最後超越你 吞併你 或者將你講出中國市場 這些例子比比皆是 聖巴克在中國經營 那是少數的幾個樣本 所以中共就怕你不合作 合作它就有辦法 你到中國 它用金錢美女 將你逐個擊破 最近美國媒體又報導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澤東升 就自爆中共利用華爾街 滲透美國權力核心 有錢就能搞定 還有中共將女間諜方方 送到美國來適有美國政客 那你到中國去 就更逃不出他的首掌心 這樣有朋友可能會想 我這樣一說 習近平擺出五路大軍撕壓美國 那將習近平給司馬爾 他有那麼厲害嗎 當然習近平沒有那麼厲害 他是兵行險招 門天過海 而且國內的危機 也是自顧不下 只要拜登保持警惕 就不會中招 但是我就擔心拜登就好像樓後主 身邊又沒有諸葛亮 拜登1月20日的就職演說 就沒有提到中共的威脅 中國兩個字都沒有提到 拜登手下的五虎上將 就是提名擔任內閣成員的那五個人 19日在提名確認聽證會上 細信淡淡地表示 中共是最大的挑戰 要認真對待中共的威脅 不過話音剛落 1月21日 美國國務院網站政策欄 就設下了 《誤知安全》和《中國威脅》等六個議題 而且 好幾個人都強調在好幾個領域 要與中國合作 這樣一合作 就有漏可轉 我上面分析過 中共最善於逐個擊破 拜登這兩日行政令一個接一個 忙的很多都是全球化 或者社會主義議題 中共的威脅不重要 法財賺錢最重要 應對疫情更是自顧不下 但是他卻不知道 這一切的根源都來自中共 所以副總統彭斯在離開白宮前 公開呼籲拜登政府 永遠保持警惕 尤其是面對美中關係的時候 彭斯在1月16日在加州演講的時候說 我呼籲即將上任的新政府 堅持到底 繼續我們所做的 挺身對抗中國侵略和貿易不當行為 堅定支持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將美國與熱愛自由的我國民邦擺在第一位 所以彭斯深知其中的利害 我猜想 特朗普政府中 不少人都看過大紀元和新唐人 所以他們深知中共的招數 知道如何破解中共 他們提出的區分中共和中國人民 制裁中共高官和黨員等人權犯 都是這兩家媒體反覆倡道的 你說有沒有道理 你不妨仔細地去對比一下 所以 拜登政府官員要對抗中共 應該時常看大紀元、新唐人 和我們這種頭腦清晰的自媒體 那究竟拜登 會如何去對應中共紅魔的威脅 還是與狼共舞 我們在以後的節目 還會和大家分析 這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即將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